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我再有问题 应该比成龙厉害的 兄弟 后面还来了一个写思的事 我们要快跑 成龙怎么想做这种脱机摸河 杰克拉乌 你在玩啥呢 杰克拉乌 成龙 成龙 不仅如此呢 在当天的节目中啊 除了愉快的游戏时光 还有许多队员们的内心独白 队员高震宁 就分享了自己对于电竞世界的看法 就像动物世界一样 如有强食的世界 很残酷 很残酷 因为有这个的存在 所以会让自己 就是更加倍努力去往前走 当你不能再往前走 就会被淘汰 因为你必须要成长 不然就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人会 就是教你怎么成长 然后自己学怎么成长 那成长一定很苦 值得一提的是呢 当时IG战队获得世界冠军 登上热搜 收获了广泛的关注 但在这之后呢 队员王柳毅 却在微博上表达了 想要解决的想法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从什么时候 你开始正式地 就琢磨这个事 其实图办之前 一直也有 我认为在五个人和整个 运动部之间 我是被存在的那种感觉 但是在整四个群体 就是有一些人 他就是始终 就是在我 不管你之前 你之后对我的态度 都会有转变 所以我想就是 可能要去赌一下 我想我在整个阶线 就是这样 这样度过了 不过幸好最后 IG战队 挽留住了这个世界辅助 让游戏迷们 也更加期待IG 接下来的比赛的表现了 想要知道更多精彩内容 进行锁定 每周三晚 九点二十分 东南卫视为您奉上的 鲁玉有约一日行啦 7月2008 第五届北京青年营 展在北京隆重开幕 活动当天 中平主席著名导演 王小帅 影展形象大使彭玉唱等嘉宾 出席开幕式 为影展就证 2018第五届北京青年营展 以中国故事为主题 展现中国人民风骨 及中国社会时代精神的 优秀电影 挖掘在电影艺术传承中 大胆创新的 优秀青年电影人才 鼓励新人 本届青年营展形象大使彭玉唱 在接受聘书的时候表示 非常感谢影展 给了广大年轻的电影人们 一个实现梦想的平台 很荣幸 作为北京青年营展的 青年大使 我是机缘巧合成为一个演员 然后一路走来 合作过很多 优秀的青年电影 他们身上 对电影的那种热爱 每次都在影响过我 告诉我 我要做一个合格的演员 在梦想狂奔的道路上 不要忘记了 最初的那份 真诚意外 有青年营展 皮尔团成员赵立新 也是一位非常有着追求和艺术造诣的电影人 那么他对这次的影展也是感慨颇深 北京青年营展 这是第一次我来参加 这次借助这样的一次机会 我发现北京青年营展 特别棒在于 他们的选材的角度特别广 内容极为丰富 我觉得他们最可爱的地方就在于 真的是这些青年导演 在拍中国人自己的电影 我感受到这些青年电影 真的是热爱这块脚下的土地 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他们的作品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 关注好多我们的小人物 我们的大社会当中的 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 可能很多都不值得拿到台面上 来大肆地去说 可是当他通过电影的形式 来一点一滴 最后淋漓尽致地 玻璃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发现生活就是这样 乐风天综合报道 接下来聊一聊 男生们很喜欢的一部电影 变形金刚 变形大王蜂 我来变成是擎天柱 偶尔是小的时候 看动画片的时候 觉得最喜欢的就是擎天柱了 首先他是这帮人当中的老大 另外很喜欢那样的一个造型 就是那种开那种大卡车的造型 很酷 是不是 很酷 但是我比较喜欢大黄蜂 我觉得它的颜色很漂亮 而且那个变形的感觉 我觉得对于大喜欢大黄蜂的影迷 最近还是个福利了 听说在明年初的时候 我们大黄蜂的电影 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是的 接下来看一看 他们的主传有在中国宣传 非常非常的敬业 说了一口非常非常不标准的朋友 但是能看出来这个敬业程度 来看看 电影变形金刚系列首部衍生出来的 独立影片大黄蜂 将于2019年1月4号登陆全国院线 上周影片导演特拉维斯·奈特 海利斯坦菲尔德等主场来到中国 参加北京的首映典礼 登厅导演特拉维斯·奈特透露 顶着巨大压力拍摄这部影片 让他有着梦想成真的感觉 电影《大黄蜂》讲述的是刚满18周岁的 查理意外地得到了生日礼物 是一辆黄色的甲克城汽车 在这辆能变形的大黄蜂汽车人的守护和见证下 女主角得到了蜕变和成长 在当天的首映红弹仪式上 女主角海利斯坦菲尔德 接受了我们乐翻天的独家专访 了解自己在影片中的表现 她表示这个角色很特别 女主角海利斯坦菲尔德 她在生活中的地方 她是真的不理解 失败了 失败了 她在年轻的父亲 她在这种情况下 她在这种情况下 成为她的朋友 理解她 保护她 她在这种情况下 她在这种情况下 觉得一提的是 在影片中 一份比重不小的演员 约翰·塞纳 也随主创们来到中国 为影片宣传 没想到 现场她竟然能全程 用中文回答问题 在当天现场 她也努力用中文 向大家推荐起了这部影片 请看到《大黄蜂》 因为这个电影很优乐 动作很大 动作非常好 《大黄蜂》的新的故事 所以看到这个电影 我认为你会喜欢这个电影 今天刘千云 蔡春妍 林峰等艺人现身香港 这些电影 深探大战的沙千燕 距离刘千云和导演 魏家辉的上次合作 已经相隔将近十年的时间了 这次继再生好后再度合作 两人的默契是否还在呢 她原本已经很厉害 然后再接着合作 她比我上众更厉害 除了和导演的合作 印象深刻之外呢 现场刘千云还对 诗语中蔡卓妍的表演上的 突破赞不绝口 好像阿萨 你会发现她 其实阿萨很会开车的 可是很快她也行 又威也行 什么都行 以前你没看过她这样做 很紧张 头一个月我是 我一直睡不好 而且压力很大 曾经也有怀疑过 自己是不是不会演戏 真的没有夸张 压力太大了 你感觉自己重新学习 对 因为角色上面的各种挑战 其实我是拍完 就像杀青完之后 我还需要有点 我没 这十几二十年没试过 演完一个角色之后 就还要进行心理 自己心理调整 对 我也要 两位演员出演压力这么大 下次还会选择 韦家辉导演的作品吗 我觉得很刺激 就是人生 你必须要有一些挑战 才精彩 我觉得韦家辉导演 丰富了我的人生 对 我也 我也有 时隔四年 方大同终于宣布将会在明年的三月 在宏馆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香港站 那不知道这次大同又会给歌迷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应该主要是歌上的一些累积吧 我觉得歌曲上应该会蛮多元化 然后会有新作品 当然也会有我歌迷一定想清理一些所谓方大同经典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大家来听肯定会挺 挺satisfied吧 我觉得因为会蛮满足的 对 不用说 好友薛凯吉到时候呢 也应该会是嘉宾之一吧 暂时也还不能透露到底谁是嘉宾 对 也还在筹备当中 有才的方大同啊 不仅能写会唱 就连画画也是很有一手了 赵田的方大同推出儿童会本 就受到了不少孩子们的喜爱 就连贾清文的女儿 哺哺也是大同的小书名呢 虽然这个是刚刚开始也写的 刚刚就是一年左右才推出的三本书 但是小朋友们 他们都是真的拿到手上 就是好像放不下 每天晚上都有看 然后每天晚上都有听那些歌曲 所以这个是让我做得非常开心 而且让我也有这个信心 让我继续去续写下去 所以我最近也正在写第四和第五本 乐凡天综合放到 娱乐凡天 晚安后换回大好 只要给力 不离好他点心面 独特观播出的娱乐凡天 大家好 是孤雄 大家好我是吴牛 接下来讲一讲 我们周末的时候 乐凡天有观影活动 这次给大家推出的这个片子呢 我觉得蛮好看蛮轻松的 因为是这个古天乐 还有周冬雨呢 他们一起主演的喜剧电影 《武林怪兽》 对 想看电影吗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吧 吃玻璃食品 看快乐的电影 大家这个锁票方式很简单了 就要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微博 微信和微信群的互动 就可以了 来期待大家参与了 是的 讲到期待呢 接下来五篇还真的蛮期待的 因为时隔这么多年 赵文卓又要演 黄飞红了 昨天由赵文卓出品 监制并领衔主演的影片 黄飞红之怒海雄风 在恒电举办了首映礼 从二十多年前的经典电影 黄飞红之王者之风 到上半年上映的 黄飞红之南北英雄 赵文卓已经为我们带来了 多部关于黄飞红的影片 此次再出新番 不知道会给大家带来 什么样的惊喜呢 黄飞红像这些 大家所熟知的这种英雄人物 他首先在处在那个时代 都是被列强走清乐乐 然后讲尚武精神 然后是爱国爱民 为了国家民族 从事而出 他的主心骨是这样的 但每个故事不同 像这故事 陆海雄风是跟日本人 发生的事 日本人当时 还是想侵占 中国南海的岛屿 所以在这 这故事在这方面 是展开的 据悉该片主要讲述了 赵文卓和李路斌 饰演的黄飞红师徒 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 偶遇闹事的白莲较重 并因此卷入了一场 今天的阴谋之中的故事 谈及这一版本的最大亮点 赵文卓坦言 这其中的关键 就在于导演麦子善身上 上一次合作应该二十多年前吧 94年左右吧 哇94年 对对对对 那时候他还是做剪接师 对他是香港的金牌剪刀 这次再次合作请他来做导演 主要是以前跟学科导演合作的时候 麦子善身上他所有的后期 都是他负责的 所以再拍这个戏呢 可以说可以是 书文书录 书文书录 原汁原味吧 其实前国人男团 在上海举办了 出道季新歌发布会 并正式公布中文团名为 超然少年团 王思松鞋 游长进 强东岳的人到场支持 举行的该团有 林超泽 陆定浩 张金左 邱志斜 贝红林 李若天 高茂同七位大男孩组成 每个人以不同的个性与能力 组合成七位一体的 全能艺人团体 在当天的现场 七位团员以黑红色相间的 心跳造型惊艳亮相 武力全开 给大家带来两首新歌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首新歌 可都是由成员们 参与填词创作的 从成为练习生到 如今正式出道 在这漫长的时间背后 团员们也是经历 很多考验和挑战 当天他们也是大方地 分享了这段时间以来的感受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 还是心态吧 就是 长大了 对 长大了 然后 从练习生到现在 一路走来 其实摸爬滚打 自己其实懂得了很多知识 很多道理 然后到现在呢 会发现 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 然后 需要学习的东西 还有很多 所以我们会脚踏实地 做好自己的作品 然后给粉丝们 带去更多 我们更多更好的 音乐作品跟舞台 如今国内的男团 越来越多 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 谈及他们自己 未来的发展 超然少年团成员们的表现 也是相当谦虚 毕竟大场男孩 出来的团都很优秀 对 然后 我觉得 大家都应该 往一个目标做 就是 为华语乐坛 增添更多 更多的男团力量 新男友 某时尚杂志 举办的中国风 超级盛典在北京 圆满落幕 这场时尚盛宴 融合了经典与潮流的同时 还将助力慈善 传扬中国非物质文化 及手工艺 而当天到场的艺人朋友们 也是分享了自己 对于中国风的理解与感受 中国风可以玩蛮多 很有视觉张力 对 像我在拍MV 或是我在活动场合 里面穿的衣服 包括我之后拍MV 我都会有一种这样子的衣服 我觉得王多峰应该是 非常有韵味的 然后又可以体现 就是我们这种文化 我觉得女孩子自信 自然的找到 东方特色 展现出女性的自信和美 我现在有一个小的MV 正在拍 那也会穿到一些 像唐装吧这样的东西 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六本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 玻璃海带点心面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只答了问题 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昨天问题的正确答案 就是陈学东所饰演的 这个角色叫做真剑 而且这个武林怪兽 他的播出日期 就是在12月21号 你答对了吗 各位细下的朋友 获得是玻璃海带提供的 大礼包一份 还有他们的签名海报 好 我们今天今天 娱乐显微镜的问题 问题就是画面当中的 这个人是谁呢 如果大家知道 答案的话 赶快通过微博方式来告诉我们 回来就去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玻璃海带 送出的礼包了 是 到节目最后呢 告诉大家 如果想得到更多的 音视频资讯的话呢 可以登陆一下网址 或者呢可以手机下载 我们海波TV的客户端 就可以了 好了 进行不去 明天同时间 我们不天不散咯 再见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